大片矿场正在作业的工人稀稀落落 设备斑驳老旧 附近也不见多少房子 很难想象这座位在刚果中部的东开赛省村庄 过去是辉煌一时的滔金小镇 矿场是由国营的八宽家矿业公司管理 以往能年产六百万克拉钻石 到了2008却锐减剩五十万不到 还持续递减之中 因为由政府把持八宽家长期管理不善 弊端从生 在1997到2003年 两次内战期间 更因为债务和大宗商品价格暴跌 瘫痪公司营运 即使2011年重新运作 资金人严重短处 拖欠薪水已是常态 更有前员工离职六年了 还在等公司发钱 曾经四万多名矿工 撑起的滔金小镇 随着产业没落也渐渐失去昔日光彩 华语新闻水利山综合报导 本集完